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易争经营 我们今天继续带来黄金白云月的每日交易指南 那么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对我们的交易非常重要 就是在晚上的21点30分 就是9点钟 会有美国的1月份核心PCE物价指数的年率 以及这个初请失业经营数 也就是美国的一个就业数据 这个数据之前 报位已经点名过 所以呢这个数据现在市场格外的关注 PCE核心物价指数能够反映出美国通胀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了市场的预测是2.8% 也就是美国的通胀在年初的时候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你说这个数据公布以后 是利多还是利空呢 说实话现在真的很难去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 黄金的话现在核心的影响力并不在这个美国的数据 这个美国数据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短线上的波动 但是整体的一个格局 并不是以这个数据为主了 反而现在是一些 冲突为主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有哪些冲突 以这个地图为例 我们看到 第一个像瑞典 加入北约 是吧 就造成了俄乌冲突这一块有升级的迹象 并且马克龙给到了一些很激进的一个言论 欧洲很可能会派兵 虽然说 欧盟其他的国家极力的澄清 但是 无风不起浪 是有这种可能 也就造成这种担忧 这也是黄金跌不下去的 还有这个 巴以冲突没有结束 还有这个 红海危机也没有结束 胡晒武装也没有结束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在年后呢 我们这一边是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渔船转的事情 对吧 第二事情是什么 最近特别是这几天 菲律宾的问题 也造成了这种地缘冲突 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抗 所以这个黄金你说想要去大跌 可能性高不高 说实话我们现在真的是看不到 因为整体一个格局去看 是非常乱的 也就是说这个黄金 没有大跌的这个理由 你说日内这种波动10美金 20美金 这种来来回 这种涨涨跌跌 这种不属于啊 不属于大的一个方向 属于正常的波动 也就是黄金 我不管你有没有消息 每一天的波动都存在着 10美金到20美金这个基础的一个空间 对吧 那么这种基础空间呢 它就不是一个大方向 虽然这是一个交易上大家做个区分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个黄金呢 能低息的话就低息 而高空的话我们以重要的主力为了该做空还是做空 但是在低息高抛之余呢 以低息做多为主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下面能关注一下其他基本面 说实话最近的基本面比较清淡 以至于我们录节目呢 很难找到这种很有爆炸性的一个新闻 但是没有爆炸性新闻 也就说明这个行情还会做一个震荡 一年之内啊 这种爆炸性的 大范围的这种消息呢 其实并不是很多的 一旦来了 你再去跟这个行情或者追这个行情也来得及 所以大家 大家不必想着去提前推测 或者预测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提到一些时间窗口 你是要记住 比如说三月初 对吧欧佩克这个事件 那关于这个重大事件 它会不会发生怎么发生呢 这个是没有人预测的到的 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 美联储呢 再次强调啊 这个降息的步伐呢 还是要看数据 三位美联储的官员同日表示啊 降息步伐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并暗示此次降息的路径呢 可能与之前的降息周期有所不同 我们看这个威廉姆斯啊 周三对记者说啊 关于降息和速度 它必须有经济状况和和通货膨胀推动 它不会以日历时间为基础 也不会有特定的固定时间表 而是专注于数据 虽然现在的美国人体而言是回归到 美国本身的一个经济状况去调控 那也就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加息降息这一套的这个收割方法呢 基本上已经走到了末端啊 那么其他官员表示了也是差不多啊 我们看到美联储的下一次会议呢 会在3月19号到20号举行 预计呢 市场的预计是按兵不动啊 目前市场呢 已经推翻了3月份首次降息的预期 把这个时间拖到了6月份 那我们判断呢 6月份的概率也是比较低啊 因为美国是在年底 大选结束 对吧 所以呢很大概率会在 大选前三个月 有这个降息的动作 而上半年呢 降息的概率我们认为不是很高 第二点看一下 这个瑞银呢给出了一个猜想啊 他们给出了2024年最大的意外猜想 瑞银的股票策略传队啊 日前发布了一份 有趣的报告啊 他预测了2024年可能发生的 意外事件 这些事件呢并非该行的基本预测 但会对投资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是一个预测 并且这个报告呢不是一个正式性的报告 他给出了这个点呢 我们是值得去做个关注 因为他给的每一个点呢 都很可能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你看第一个 瑞银指出的最大意外事件就是拜登和特朗普啊 可能都不会当选总统 那如果说特朗普 拜登都不当选的话 意味着另外一个女的 就很可能会当选 这将导致啊 债券市场出现 缓解反弹以及通胀下降的预期 这是一点 你看后面都是讲的 通胀预期 通胀下降的预期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特朗普和拜登不当选的话 这个美联储很可能会 快速的降息 第二点 这就是他们预测呢 乌克兰和俄罗斯啊 很可能达成 和平协议 这也是我们昨天节目有提到啊 我们判断的是2024年的确有这个概率的啊 虽然这个欧冲托啊 如果说达安协议的话才是什么影响呢 那当然是对美元的这个会大幅的一个下跌 三点啊这个瑞颖猜测呢 AI啊会推动生产率增长2.5% 生产率增长2.5% 也就意味着整体的一个经济啊 在2024年呢 会有一个上涨 会引发股市经济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个 预测也就意味着这个股市呢 他们还是整体而言比较看好的 最后点啊就是认为苹果的市值呢 可能会在2024年 跌破2万亿美元 那么现在苹果的价格是在180美元以上 放下附近做个浮动对吧 市值大概是2.8万亿美元 如果说去到如果说跌破2万亿美元 表示苹果的股价会跌破130美元 那么这个苹果股价会不会下跌呢 我们的节目已经翻三番五次讲过 这个苹果我们是看跌了啊 看跌了 不是说他发布了什么产品啊 最主要是他内部啊 你看近两三年的这个发布会 你就可以明显看到 每一个产品都有不同的负责人去发布 而且这个发布的人呢 负责人啊每一年都不一样 说明他们内部管理呢 其实已经有点混乱了 总之就是给人一种呢很散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凝聚力呢 是不足以支撑啊 苹果后续的一个创新的 当然它只是一个猜想啊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猜想呢 看看有没有可能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基本面 可以看到今天基本面呢以数据交易为主啊 大家可以 重点关注21点30分的一个数据 还没有关注我们益政经营朋友 点点关注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白银元月投资 不迷路 当然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啊 加入会员很简单啊 加入我们会员是免费的 你只要开户入金做交易就可以了 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我们依然用K线法则交系统啊 给他去做个解盘 那么2024年 我们将会对K线法则交系统 进行一个优化 优化以后呢 点位 趋势方向 将会更加准确啊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下面看一下市场投情绪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美元的看涨情绪 45.46% 看涨情绪是54.54% 可以看到这个美元的市场的关注度 资金的关注度 不是那么的高啊 因为你达到一个平衡了嘛 对吧 说明这个多空对决了 没有一边倒的情况 就暗示着这个美元呢 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行情 当然这个PC物价指数 能不能让它推动起来 黄金呢 我们看到看涨情绪是39.98% 看跌情绪是60% 所以这个黄金呢 整体而已还是偏看涨为主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油啊 原油在4小图里面呢 很明显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震荡 对吧 你不需要去分析太多 你看 从这个2月份开始啊 就一直是来来回回 可以做一个震荡 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个点 就是这个调整的时间长度 和上涨这个时间长度啊 对比而言 调整的时间长度 明显是高于上涨的时间长度 也就意味着 这一波的上涨 想要延续的话 就目前去看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调整值会继续下去 因此今晚上这个原油啊 整体的大方向呢 我们是不变的 我们是看震荡为主 昨晚上有一个冲刺 那么这个冲刺呢 有没有上去 并没有上去啊 在79.5的位置就 拉下来了 目前去看呢 今晚上啊 东风部见是在 79.2这个价格附近 我们判断这个原油啊 还是在77和79.2之间呢 来来回做一个震荡 建议大家是低吸高抛为主 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看好这个原油啊 在当下这个位置 有很大的爆发力 我们不看它跌 我们看它做一个震荡 在生物土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法则啊 最重要支撑是在77.64 和77.9这个区间 像这种震荡呢 你没必要去追啊 有回调的时候 你在低吸做多 有上涨的时候 你再去高空 快进快出就可以了 下面看一下黄金啊 黄金呢 在周线图级别啊 这一波的上涨呢 其实已经把这个法则走完了 走完意为什么呢 意味着这一波的上涨 其实后进不足啊 这个黄金呢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阻力有两个 第一是2041和2043 能到这个价格 可以做空 可以做空 而下方支撑是在2030 这个价格附近 能到了话 也可以去买涨 当然2030 我们会 认为2030 我们认为会假破一下 所以会在2030和2028这个区间才考虑去买涨 当下呢 我们看到 这个203637啊 这个阻力位是没有破的 所以今晚上这个黄金呢 我们 先看跌 后看涨 比如说这个位置震荡以后啊 先跌在这个位置 然后再做一个反弹 最重要摸这个位置 然后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 所以这个黄金也是一个震荡为主 我们看到这个2035到2030啊 空间不是很大的 这个白银呢在四小图里面啊 22啊 跌到22附近 这个整体的大趋势了 我们看到是没有变的 所以你还是注意一下 这个白银呢 到22附近呢 才可以重点的去布局做多 而当下呢 这个白银呢 我们是继续的看跌 因为这一波的上涨趋势呢 已经被破掉了 破掉以后 我们会看跌到22.27附近 所以这个白银呢 依然会在一个低位啊 做一个震荡洗盘 你要去布局长线的话 不要着急啊 到22附近呢 这买会好一点 而当下呢 低息高抛就可以了 有大涨可以去做空 有大跌 可以去买涨 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元啊 美元呢 这个分析这一周以来 我们都没有变 我们认为还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做一个踩踏 并且今晚上这个PCA物价指数呢 即便是利多啊 也不可能摸到这个阻力位 大概会在104.5以上呢 就开始止步下跌 而如果说是利空的话 这个美元也不会跌破103.13 就是这个区间呢 走不出去 还会继续做个徘徊 所以这个美元的话 既然还是低息高抛为主 暂时看不到这种 转折性的大行情 好 以下就是K线法则带来的解盘信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